刚刚讲到民众党 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还有一个叫柯文哲 你刚刚讲民众党嘛 柯文哲这个是在他任内 已经最后一次上台被询了啦 结果呢 议员林颖梦他就拿了这一张 捍卫台湾绝不投降承诺书 奇怪谁不签呢 但柯文哲就是不签 而且还骂议员 骂林颖梦说 我管你去死 这个有画面看一下 你会坚决不向中国投降吗 表态不会向中国低头 想选总统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六号副议会总质询 造议员连番逼问 脸色越来越凝重 民众就是市长在管的啊 我们总是要有一些 积极的作为 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啊 你是要开始训练军队当军阀 我跟你讲 小朋友 不要问浪无聊的题目好不好 被议员质疑 北市的民房系统不够完善 柯文哲拍桌语气相当不悦 议员座在拿出 绝不向中国投降承诺书 要柯文哲签署 柯文哲最终忍不住返枪 市长你是不是可以签署 我现在就上纸跟你签署 我可以跟你讲 我根本不想提你啊 是你的谁 是我们台湾的民意 民意组织啊 柯文哲拒绝签署 更挥手想把议员赶下台 一场市政咨询火药味十足 我没有资格上来 其实也没有觉得很惊讶 因为他过去这一段时间的表现 大家也都觉得说 他就是跟中国一起唱和 就是成为中国 类似在台湾的代理人 不是代理人 就是说对中国他的态度 我记得过去他在选举的时候 上任的时候 他讲说柯正猛于虎 但是现在突然发现 他对于中国 变得乖得像一只猫一样 是因为中国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签了是不是 今天早上 我还有我们所有的 我们的友好的这些 我们政治的前辈 包含我们永远会 所有的成员 我们就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里面的包含王帝宇委员 包含何博文议员等人 我们都已经签署了 还有就是赵天宁委员等人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内容 这三点看起来 完全没有问题啊 第一个 面对台湾受到中国 跟其他盟友的武力跟安全威胁的时候 我们候选人本身 民意代表本身 本身我们就是一个 具有话语权嘛 在地方可能都是一些意见的领袖 那再来我们防灾的意识 本来就是要有所提升啊 面对威胁的时候 强化台湾人的民防意识 这样有什么不能认同的 那第二个 以最大的警觉 阻止外来敌对势力的渗透等等的 那不以言论包含鼓吹宣传游说的方式 然后来帮台湾来做相关的抵抗 这有什么不能签的 第三个 当中国以军事方式的侵略 威胁台湾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保卫台湾嘛 然后绝不投降嘛 请问这三点 我不懂为什么柯文哲 他还在想说他要选总统 如果假设第一个 他现在是台北市的市长 他对于议会的咨询的议员 如此的傲慢 竟然呛说 他根本不甩他 管你去死 那如果这样 你用这种傲慢的心态 你未来如果当了 其他的民意代表的时候 你面对民众的声音的时候 你完全不想要重视 还好 严峰如果以后当选 不用再遇到他了 恭喜你 我也不想遇到他 遇到四间端补充 两个党的党魁 基本上一个示范 面对第四权 媒体是第七权 的提问的时候 更小当最近 好吧 第四权 另外一个党魁的主席 面对体制内 这个依法行政 简单讲你市长再大 你还受到议会的监督 你怎么可以用上对下的口吻 用老人对小孩训话的方式 什么叫做你还小 小朋友 你不懂 你没当过兵 还外加歧视 没当过兵是不能咨询 你这个问题 民防首长最高的 依法律规定 就是地方先是首长 台北市民现在是知道 如果发生 不要说发生战争 发生急难救助的时候 医疗站在哪里 急救报道是哪里顶 或是相关的 避难处所在哪里 所以说政府才在9月 要发出所谓 全民民防首策 你可以就事论事 我说 对了 袁凤就在选上 不用面对柯文哲 这种羞辱的 可是柯文哲 你将来要选总统的人 朱立伦给你做了一个示范 你今天还犯同样的错误 而且是什么 面对民选议员 监督你的人 你是用这样的权利 也难怪你崇拜毛泽东 为什么崇拜毛泽东 结论非常简单 秃子拿伞 为什么 无法无天 那